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称Ruby 周四的台股电子股开始止跌 那么政策概念股由农粮接棒 在劳动节的廉价 以及联准会的升息确定之后 短期有机会利空出境 那么趁现在就要先卡位 5月的币买股 后续的盘氏解析赶快来请教 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身的贵人 摩托头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Ruby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那昨天在节目中 预告的这档全新的生计股 真的就是过去两周 我们从来都没有讲过 真的是全新的 那么周四是直接跳空涨停 真的是太帅了 老师 我觉得这次的生计股 我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第一个 我从根本讲一件事情 这个在市场上讲股票的人都没有讲过 那当然他们没有讲 因为会做生计的人当然也不多 那我说 因为你这次要选的生计股 是要不受两年前那次生计股 高点干扰的股票 有很多比方说你像口罩 两年前那个高点位置蛮高的 那具体现在这个位置这么高 你说你这个要反攻 你怎么反攻都是反弹而已 你说你要越过那高点太难了 所以我们会去抓 就是这个位阶在前波高点附近 不远处的 所以我在昨天影片当中也跟各位讲过 我们跟各位分享说有一档股票 我看四月份我观察它 它成交量已经比两年前那一次生计股最热的时候 单月的日均量还要再大 还要再大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发动的 因为这个股票本来在本周就可以先进场布局 是 所以你看礼拜四的时候明基一直接跳空涨停 这太帅了 太帅了 然后这也公布在LINEATER里面了 对啊 因为我跟你讲 Ruby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写什么东西 很多同业会来操 会来操 对 那你说现在大家也找不到生计股票 一定来操我的 所以我有时候我一公开 隔天大家就会追 那你说你礼拜三的时候没有把握 对不对 没有掌握好 等下说你没有提前掌握的话 那这个礼拜三一跳空 因为下午的影片会讲 那你如果看我的影片就去找 找礼拜四追进去 那我也不知道哪来抽 轰一个就说上去 所以因为各位是身为我们的听众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先加我们的LINEATER 你可以找一个不知道 对 那你不要说下午的时候 像有的人是看电视的 因为我电视也有啦 对 那有的时候我 那我网 广播也有网路也有 对 那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晚知道 他可能会 就是说其他的老师啦 看我的股票以后 他会有一些什么想法 对不对 可能想要跟我有一样的股票 什么之类的 他就带他的会员追嘛 对不对 那你追就开涨停 所以其实 你第一时间跟上我 有一些好处啊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吃别的同业的豆腐 他们自己要来追我实在也没办法 对没办法 对 这就是跟很多人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嘛 那这个 我就是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个LINEATER的加的方法 其实你都免费的嘛 反正你就 对 再来就是我说这个铭记忆 我讲这个事情 就是他其实也有检测事件 他最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东西叫做远距医疗 是 然后因为现在都强调无接触嘛 对不对 零接触 零接触 然后因为他这个第一季的财报出来又漂亮 那最主要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他的位阶 他的位阶距离两年前的那次高点其实不远嘛 也就是他商量方面有套牢的压力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两个题材只要一公布 跳空就直接锁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不是说带你做生计 一定要去带你去追那种什么已经大涨 已经涨过的那个没有 什么泰伯啊 什么保龄啊 什么高档震荡怎么样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一个族群 其实他在涨的时候 他只会走一个长度的格局 那你第一时间如果没有接卡位到的话 你接下来就只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说你等强势股拉回 等他拉回 这很容易理解嘛 很容易理解嘛 你等他拉回 比方说像农梁的股票 你说像这个比方说像冬简汇光 对不对 他拉回三四根黑棒对不对 这时候你第一肩很容易涨停嘛 是 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是强势股拉回 怕是怕说有一些人就是说 股票涨多了以后他拉回 然后你就在那边觉得说他要做投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讲真的 媒体上面有一些人嘴巴蛮贱的 他只要看到那种涨上去的股票稍微拉回来 他就会假装好心在那边跟你提醒说 小心这张股票在做投了 就假好人就对了 那这种人其实也真的是心态上我也搞不懂 蛮奇怪的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心存本心 这个出自本善 到底是嫉妒别人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涨上去的时候 你也没有在人家赚钱 那你跌下来的时候 你在那边假什么好心 关你屁事 对不对 他电视上是蛮多的 就很多这种人涨上去 所以你看那个农粮股票前一天在涨的时候 这两天不是在拉回吗 一大堆在说什么高档震荡拉回 有的没的 比方说你看像什么华欣 华欣那种股票只要涨上去 一大堆就在那边出一张碎嘴 那你底部又没带人家买你高档替他担心什么 人家赚了几百万了 你要去需要你替他担心吗 还有那个什么农粮四季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检测四季 那涨了几根涨停了 然后你在那边替他担心说 高档真的容易做头 你要小心 无聊到家 手上现在有检测四季的 身上至少两三根涨停 还需要你替他担心 你自己又没有买你店要担心什么 所以电视上真的有很多那种 这很无聊 人家嘴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可是我们跟各位讲 就是说像这种巧言吝啬的人 有的时候就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好像你在关心我一样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 大家去回到一个数学的问题 去想这个东西 股票不可能永远都会涨 对不对 涨就会跌 跌就会涨 对不对 那你最终要看他的趋势有没有改变 假设这个好比说 我以火车来做比喻 假设你说你从高雄到台北 你是一路北上 就跟股价一样 20 40 60 80 往100走 对不对 你可以在20的时候停下来 你可以在40的时候停下来 你可以在80的时候停下来 好比说你可以在台南停一下 你在台中停一下 对不对 那你到了台中 你可能想说 那我明天再做 在台中休息一下 对不对 我可能要下来 这个什么公园眼科吃个什么东西 对 然后我要逛一下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叫什么 绿圆道那边吗 然后还有绿圆道 对不对 然后我可能要去个什么东海大学 看一下什么艺术村 然后我要看看那个教堂 费律宁教堂到底有多漂亮 然后吃一下那个台中有什么米其林吗 对不对 好那这样绕一圈 那这个隔天再上车 你可以的嘛 对不对 是 那你还是会到这个新竹 你还是会到这个桃园 你就说他在那到台北 那股票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的20到40 40到50 60 你终于停一下 你不要每次一停下来就诅咒人家要跌 对 对不对 你每次一停你就说他要跌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数学上的一个矛盾 假设说每一次拉回你都认为他会跌的话 10次拉回最后一次做投 你只会对最后一次吧 对啊 但如果说你每一次拉回都认为他会再上 你拉回每次都站在买方的话 那你10次拉回你会对9次 只错最后一次 你拿一个比较划算 一定是后面的比较划算啊 没错 就是我先不管谁判断的准或不准的问题 你回到数学去想这个观点 你这样讲对不对 比方说我讲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在30年来 每次下跌你都买 最终你这一生当中只会错那最后一次嘛 对吧 是 但是每一次他只要过高 你前面拉回错的全部都变对了 是 这个就是同样的道理嘛 只是说有的人 他可能针对自己不熟的股票 他可能就会诅咒人家 不要这样子了 那我们现在再回头来讲农粮 你看农粮这次拉回 所以我刚刚讲 回到我们节目主轴 跟各位讲 一个族群在涨的时候 如果你第一时间没有做到的话 你只能用三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原来那只股票拉回的时候 你去买 比方说什么冬检啦 比方说你的汇光 那种拉回 你去买嘛 或者说你看这个 什么蛋白啦 第二种就是说 在那个族群当中你去找 没有涨到 还没有涨的 那因为你说这个检测四季 他现在他整理 但是他不拉回嘛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带你切 对不对 是 那我们就先买还没有涨到的 这也没有错嘛 上礼拜是 这个通路族群 对不对 对 然后制药族群 对 那这个礼拜的话就是还没有涨到的 像包括远距医疗跟新的这个检测 你看明基就跳空了 没错啊 那另外一档喷雾气是不是也上去了 上去涨停板啊 是 那我跟各位讲过 喷雾气那家股票只要涨停板 他的母公司也会动嘛 第三根就会动了 因为那个礼拜四只是第二根而已 看一下我们影片都讲得很清楚了 然后第三种方法的话 就是看这个族群会不会扩散或变形 是 所以刚才卢比问说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讲过明基 可以这样跳上去 可以跳空张庭 我们采用的就是所谓的第二种方法 是 一个族群在上工的时候 如果你原来的股票 第一个你拉回可以买 第二个你不拉回 那我把这个资金去付取 在这个族群当中还没有涨的股票 这也是一种方法 是 所以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 这个礼拜三和礼拜四 还有一些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 点很深的股票开始做指纹了 是 那我告诉各位 大型股指纹有时候会打第二只脚 会有一个底部嘛 不管你在第一档反弹上来的力道有多强 其实都有机会做回撤 所以这边我们也 只要告诉各位说 如果你的股票套很深 比方说你的IC设计系列 那有一些忠实户的话 他可能有什么有普瑞啦 有这个什么力旺啊 对都是高价股 那你说像这个 联发科啊 投信也套很深嘛 对不对 是 这一些股票 我们在这个本周也跟各位说过 你第一档不要杀了 我带你做一次所谓的摊平 是 摊平这个动作本身不正确啦 但是你不能够排斥说 因为我们做股票是这样子哦 你不能够死板板的认为说一定不能这样或一定不能那样 对不对 你要有一个保持一个灵活的变化 对灵活的变化 假设说空手的人来讲这个地方是一个超低的买点 那对于手上有股票的人理所当然可以摊平 对要加码 因为你可以买新换旧嘛 比方说你80有一张对不对 那你现在60再买一张 涨到70的时候 你卖掉你60买的那一张 这时候你80那张成本就变70了 是 对不对 你就一个用一个空中 空中以新换旧你就把它换掉了 这个你手上还是有一笔钱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来做新的股票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在五月份的期许 五月份的行情刚刚开始要好好把握 那么这次的农粮包括这个除了之前的农药之外 这边还包括肥料 饰料 那这边我们看到福寿啊 茂生农金都做出一个上工 还有包括汇光 那台荣当然这次拉回来两根黑胖之后 准备再度转强 再来的话就是说在这个 四季的部分 四季其实可以看一下 因为最近如果说 我们看到 这个药局像信一这些股票有在涨上来 其实每份500元 那每个月30天 每个月30天 因为现在看到就是说有药局 单药局一天78人份 对不对 是78没错 78没错 那一份的话500你把它乘一下 然后你乘以30天 所以一个月的药局大概快散营收 可以增加大概100多万 110几万 你这样算下来 那你看像信一的话 他台湾是有200多家 是 药师的话大概100多家 当然单月贡献营收 大概超过都会超过1亿 是 那当然你要完整的月份 可能完整的月份要到5月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个下半年还是一个题材 那我想在这边 大家会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会不会电子转强了 其他股票就转弱 那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如果市场上只有一笔资金的话 你就考虑就对了 但现在看起来的话 应该5月份不只一笔资金 那为什么呢 你会有资量资金进来 主要就是在于说 这个美国一旦升息了以后 他们就会有一种 利空反显出境的感觉 那你要看这一次美国升息的状况 假设还是1码的话 我认为涨幅会超过预期 因为大家这一次是怕他升2码 那6月的话就是怕他升3码 对不对 可是一旦升到3码了 就很容易见到顶了 那一旦转过来7月只升2码或1码的时候 就全球股市要开始创新高了 那注意是这几个节奏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里一定要好好做 这真的是属于你的机会 呼吸道用药这个地方 易得准备再供应跟涨停 那么后续礼拜五周线要收在什么地方 还可以持续做观察 当然我们说政策股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电子股当中就是网通 因为下半年有一个 这个低轨卫星频谱的新闻 所以这里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政策 当然大家都想跟马斯克协商关系 谁不想呢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省准在礼拜三的时候 拉出一根红棒 那代表伺服器跟网通系列的这个领头羊 其实在礼拜四的时候还创一个高点 所以我们同样的也来布局 在网通设备当中的股票 那么当中有两档股票创新高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而且股价都不到50块 那么现在告诉各位 全新的股票已经展开了 这一次我想在礼拜四的行情当中 大家心情应该会稍微比较放松一些 因为毕竟就是说连电跳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导撞出来 所以下个礼拜如果周K棒再收双红的话 那最弱势的股票也要开始反弹了 这里千万不要好好把握这个 抓到这个五月起涨的机会 那么可以播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做进场 好的那个请大家呢 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五月份的并买股 要提前卡位了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了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二十三年来 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一三九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六百六十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全新的五月份 有两个重点一定要把握 除了跟着蔡英斯坦布局 全新的个股之外 可是朋友们手中 如果有超跌的个股 有很多也是值得再加买一次的 要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 把握五月份的起掌点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 N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那么接下来在网通绿电 以及生计防疫的族群 都有50元以下的新起涨股 无必要把握机会喔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喔 欢迎回到 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许多电子股 已经在尝试反弹了 那么老师如果大家要把握 这个五月份的起涨点的话 那可以留意哪些新机会的 好那这个当然有一种情形 就是说第一个你低档反弓 很多人就认为说我买低档最划算 可是有时候低档 他做打底需要两三个月 所以你一开始先涨两三天 他又拉回来打第二次 你也不见得赚到价差了 所以这边我们说低档的 你只能占一部分资金 那更重要一块 你是要放在说别人反弹我创新高 这个就是相对论的基本基础 那目前创新高族群当中 以电子股来说网通最多 这个部分最整齐 所以还是符合我们政策的一个概念 而且网通的设备当中 有很多是刚刚开始起涨 那我先来讲一个台钢集团 神秘的台钢集团 听起来好像就是 这个像是一个什么钢铁业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说有一些股票 像什么龙钢金钢这次的标股 钢自备的 很多都是台钢集团 那其实我要告诉各位 台钢集团也有网通的股票 很难想象 因为台钢集团家大业大 它现在 它是一个正在茁壮当中的一个神秘集团 因为过去十年懂它的人不多 但是最近的这五年 有点串起的迹象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持股 因为它透过持股的方式增加成员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股票 慢慢的被吸进他们的家族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在网通的这个概念里面 领头羊还在持续做创新高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找一些 像我刚才第二阶段跟各位讲的 领头羊创高 那拉回是买点 那第一时间你若没有卖要省准的话 当然是要买省准第二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 刚才的生计 继续讲 就是除了这个刚刚起涨的股票之外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在下个礼拜 廉价回来以后 大家准备要看四月的营收 那重点不是四月营收增加多少 重点是市场对于那个四月营收怎么反应 假设你在增加这个营收出来以后 它股价不涨 那当然四季这个地方就会休息了 但是如果你强攻涨停 对不对 显然在三天之内有可能 交易所又会要求你公告四月的EPS 那你就是重点了你只要公告出来的是 这个号令天下保刀屠容 那整个生计就再来一轮 那在没有再来一轮之前 我们就先由刚刚起涨的股票做补工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因为族群之间并没有互刺性 什么叫没有互刺性 你从礼拜四的行情中可以看得到 迭斯的电子在反攻的时候并没有吃到农粮 对对不对 它并没有说低档的转强高档的转弱 没有它是通通一起强 所以合理的可以来推测 就是五月的行情 它会加入一笔增量的资金 那么这里就是投资人最好的机会了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在这边 信心是稍微有点不足的 因为毕竟过去每次涨一天 然后就又掉下去 你现在可能会认为说 这里是不是涨一天又掉下去 那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过去这几次涨一天就掉下去 很大的原因在哪边 你时间点没有抓对 就这个节奏上稍微差了一点 节奏差在哪边 我告诉各位节奏差在哪边 大家节奏差在哪边的升息日 因为这两次的这个位置 你要搭配美国的升息日去看 那你前面几次很多人去抢个电子的反弹 徒劳乌工 那其实本来就会徒劳乌工 这还需要讲吗 对吧 外资一直在卖你 你要跟他做对 然后输人还骂人家 这个没什么 人要潇洒一点 不要说这个跟人家买卖 然后人家卖以后 然后骂人家 结果人家好不容易回来买了 又在嘴巴上吃人家豆腐 说人家怎么认错回谷 众人蛮多 就喜欢省一些口舌 你知道 就是很无聊 我们人生的输赢要在那个账户的余额上见真章 而不是在口材上比个高下 那么如果你需要涨停板 或是要创新高的股票 那你找我真的就对了 我专门是这个标股制造机 来跟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提到的 全新的股票 事实上我们在礼拜三有预告 礼拜四果然跳空涨停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档的话 我们会在礼拜五提前来做进场 也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好的那么在连价之前 大家还有一天的时间 可以赶快来卡位我们五月的币买股 在政策概念股当中 还有一些股价不到50元 所以人人都有机会来参与 那么才刚刚起涨而已 千万不要错过了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门 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超市友愉快转打钱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薪资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贵股票登陆 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省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好物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全新的5月份 有两个重点一定要把握 除了跟着蔡英斯坦布局全新的个股之外 可是朋友们手中如果有超跌的个股 有很多也是值得再加买一次的 要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 把握5月份的起掌点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N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接下来在王通绿电 以及生技防疫的族群 都有50元以下的新期涨股 无必要把握机会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